切点姜 切成这个粥末 咱现在做一个包子吃 切点葱花 放点豆豉 这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把它给切碎了 包包子猫馅饼 放点豆豉 味道更加的鲜美 放点盐 鸡粉 五香粉 倒点香油 老抽 这倒点炒菜的油 把它给搅拌一下 先给腌上 包菜 然后给它切成 就给它切小了 反正这包包子嘛 没必要给它切得特别的小 有半个就够了 太多了 玉米碗 稍微的剁一下 再切点胡萝卜 这是可以了 没必要切黑碎 这是我们老家的粉条 稍微给它切一下 得慢慢切 不然不能到处都是 正宗的土豆粉 搅拌均勻 看 这样就可以了 一会儿咱们开始 包包子 面没发好 虽然也行吧 但是没有达到你所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感觉酵母过心呢 好像 可以了 哎哟 哦 还是可以的哈 来呀 做好了 先来一个尝尝 味道怎么样 我还没吃呢 好烫 让大家看看 看在清饭里面 能看清吧 可以 挺好吃 就是太烫了 吃个原汁原味的 里面啥也不放 这个是个黄罐 吃个ela 吃完 吃 吃个预勺 吃个厄 吃的 吃个烫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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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小卷 och 3 4 4 4 5 2 5 4 5 4 5 6 5 好 吃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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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